CPA中國直籃例行在第二十二輪 身穿黃色球衣的這張廣下 客廠挑戰廣州龍獅 兩邊陣營都有臺灣球員 中華隊的國手 消費人劉真 要和隊長陳怡俊通場較勁 而劉真在廣下的外援隊友Wheels 善用對方其中一名洋將 無法出賽的優勢 頻頻取分 向敵隊施壓 搭配隊友的三分球 襲擊 在第一屆廣下 二十六比二十五領先 進入到第二屆 劉真所屬的廣下 攻勢依舊猛烈 內外線啟發 廣州的陣營則是有陳怡俊 且有得勾射 歡迎顏色 可惜這節龍獅的團隊有點熄火 只得到了十八分 讓他們半場結束 處於四十三比五十四的 雙位數落後 稍作休息之後 下半場換個籃框攻擊 兩邊陣營開始對轟三分球 王夏的Wheels上半場拿十三分 夢的是第三節 個人獨拿了十二分 全場三十四分 九籃板 七助攻四個超節 表現全面 是廣下的三級打完 能夠維持十分優勢 最關鍵的人物 決勝節的廝殺 陳怡俊 所述的廣州想要逆轉贏球 結果同胞劉真 先標進個人 全場唯一的三分蛋 劉真這場比賽十二投三中 手感掙扎 但這個三分球 實際很關鍵 全場七分 兩超節 但廣州並沒有放棄 急波快打旋風之後 扭轉了雙位速度後 齊平是正準 攻下了全隊最高的二十七分 無奈這一戰就是拿廣州的 Wheels沒轍 也凸顯他們少了一名萬元 吃虧的地方 雖然陳怡俊關鍵時刻也有三分冷箭 建功 讓球隊剩下了四分落後 阿俊全場九分 傳出三個助攻 可惜團隊想要逆轉 後進還是不夠強 關鍵時刻廣下處理更加穩健 發球心臟也更強 最終廣下是一百零六比一百零二 賞給廣州無情十年敗 Wheel TV新聞兩位黃華君 綜合報導 我們不夠全心還會 排隊大師的 對排隊大師的 我們不夠全心再找 總共和我們的 B Red